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财政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再来到我们财政学的探讨的课题 我们这个礼拜大概要谈一下我们的消费税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单元目标 这个单元的目标 大概我们这个单元目标大概有三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了解消费税的意义 还有它的种类 到底什么叫做消费税 有哪几种 有哪几种分类 那再来当然我们要看一下 课征消费税的一些的课税原则 你要怎么去课征消费税 如果它有一些政策意义在里面的时候 那你要符合什么原则来课征 第三个当然就是要 希望同学能够了解我国现行的 相关的消费税的一些制度 例如说货户税 营业税 关税 或者是烟酒税等等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授课大纲 我们授课大纲的安排 大概也是根据我们 一个想法来看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消费税的意义 跟它的种类 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消费税科税的原则 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谁在负担这个消费税 也就是消费税的归宿 后面的四节我们大概就分别来讨论一下 我国现行的货物税 烟酒税 营业税跟关税的简介 所以我们大概有分这七大劫次 例如我们现在看到 萤幕看到了我们现在有 我国现行的货物税 我国现行的烟酒税 现行的营业税 还有最后是一个关税的一个简介 好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第一节 消费税的意义跟它的分类 跟它的种类有多少 什么叫消费税 很简单 消费税的想法是 消费者在消费这个财货 那我就要针对你消费这个财货科税 那什么科呢 它有可能是针对你的消费行为科 也有可能针对你消费的财货 或劳务科税 不管是怎样 这个都是在消费阶段科征的租税 我们就一般就称为什么 消费税 那为了要了解消费税的一些种类的话 我们就以下面这个图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来讲所谓的消费税 也就是广义的消费税 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消费税以外 我们还包含了一个所谓的 综合消费税跟支出税的一个概念 这是什么 这是所谓消费支出 你全部的消费支出 针对你全部的消费支出来科税的 这是有点类似 我们以前在讲所得税的时候的 一个所得税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现行一般在讲的消费销售税 所指的是这个 也就是我们分为一般的跟特种的 什么是特种 就是只针对某几种才获科税 例如说我国内的货物税 只针对水泥 电器 油气等等的科税 像这种就所谓的特种销售税 那一般销售税就是 例如说我们目前的什么 目前的营业税 加值型跟非加值型营业税 那这种营业税一般的销售税 我们又可以根据它科税的 租税的主体 我们有可能是针对什么 有所谓的单阶段的 只针对制造的时候科 或者是批发的时候科 或者是零售的时候科 只针对某一个阶段科税的 那另外一个有所谓的多阶段的科税 也就是说我可能针对这几种阶段 我都科 可是科的方法有可能是 毛额型的科税 有可能是加值型的科税 也就是我可能是针对每个销售额科 不管哪一个阶段销售额 我都科 毛额型的 那有一种是什么 是针对每个阶段科科 就多阶段销售 可是我只针对每个阶段的 加值的部分科 例如说我们现行的加值型 营业税的部分 就是针对加值的科 那特种营业税的部分 就是针对毛额型的部分来科征 这个是我们一般在讲消费税的时候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几个主要的分类 好 另外要提醒各位同学 是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国际贸易频繁 所以在针对货物科税的部分 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关税 什么是关税 关税就是针对进出我们国内 或进出这个国家的财货科征 或劳务科征的一个租税 就称为关税 那一般来讲关税 我们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个是针对进口的时候科征的 我们称为进口关税 那一个是针对出口的财货或劳务科征的 我们就称为出口关税 那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针对转口的 没有进到国内来 而是通过我们国进的 我们称为所谓的转口关税 也就是转口税 这大概是我们的消费税的意义 跟它的种类 大家同学可以知道的 那接下来我们大概要谈一下 我们的消费税的一些科税的原则 例如说要达到社会公平 要达到财政收入 或是要达到一些政策目的等等的 那我们应该要 科税的时候应该要考虑一些什么东西 要怎么去科 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销售税的科税原则的第一个 就是所谓的财政收入原则的一个想法 那财政收入原则 当然就是希望什么 希望我的科税能够取得到怎么样 取得大量的租税 那如果要取得大量的租税 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是希望什么 希望税机要广 也就是当你科税的时候 你要科一个税机广的 而且这个税机并不会因为你的科税 而造成什么 造成萎缩 造成萎缩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一般来讲就要针对什么 针对那个产量很大的 或者是它的消费 这个本身 这个产品本身 或者劳务本身 它的替代品很少的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你对它科税的时候因为量大 因为替代品少 所以你对它科税的时候又跑不掉 它不会因为消费者就跑去消费其他财货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你那个整个的财政收入 就整个的财政收入才会比较大 好 那一般来讲 例如说我们国内的这个货物税 就针对什么 例如说针对水泥 它量大 而且没有什么替代性 或者是所谓的橡胶轮胎 这一类的财货科税 大概就可以达到所谓的 财政收入原则的一个想法 好 那另外一个 大概就是所谓的什么 社会公平原则 当然 什么叫社会公平 一般我们的想法 当然就是希望什么 希望有钱人多负担一些租税 所以在有钱人多负担租税的 一个基本想法之下 那我们就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针对需求弹性大 也就是所得弹性大 一般所得弹性比较大 大于1的这个奢侈品 科高一点的租税 例如说我们就对什么 例如说我们对目前所谓的汽车 像以前的什么彩色电视机 它可能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奢侈品 那我们就多科一点 那在多科一点的状况之下 如果都是需求者在负担租税的话 那么就代表什么 代表是有钱人在负担这个租税 也就是高所得者在负担这个租税 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达到社会公平的原则 所以相对的 对于一些民生必需品而言 因为不管是求人跟富人 都需要去消费这个财货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针对民生必需品 为了达到社会公平原则 我们就需要怎样 需要轻科一点 甚至不科它 这是我们达到社会公平原则 一个科税的一个原则 好那第三个 当然就所谓的租税中立性 就是中立性原则 那什么叫中立性原则 当然如果以我们的消费税来看的话 我们的整个消费阶段 有分为所谓的制造 批发跟零售 那我们中立性原则概念上很简单 就是租税的课征 不要改变这种选择 不要改变这种生产制造的选择 这流程的选择 我们一般就是符合所谓的 中立性原则的概念 好我们对上面这个基本的几个原则 有了基本认识以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继续后面几个基本原则的一个介绍 谢谢 欢迎各位同学再度回来 我们刚刚谈到了销售税的课税原则 例如说第一个社会财政收入原则 例如说社会公平原则 或者是所谓的中立性原则 那我们刚刚谈到中立性原则 当然是希望不要改变那个所谓的生产产销的阶段 那所以最好的方式我们建议是 是要针对每个阶段的加值的部分磕税 它就不会去扭曲 如果你针对所谓的多阶段的磕税 而且是针对毛额去磕的时候 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扭曲的结果 这是所谓的中立性原则 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所谓的效率原则 那我们这边所谓的效率原则 当然是希望什么 希望租税科增所造成超额负担要怎样 要越小甚至也没有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以前我们在谈租税效率原则的时候 我们就谈到所谓单一税率的概念 也就是所有财货都科增 相同税率从价税税率 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达到什么 没有超额负担 达到效率原则的一个想法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建议是 是针对所有财货都科税 而且科的税率大概都比较一致 例如说我们现行的营业税5% 它可能针对所有的销售行为都科 所有的财货都科 类似这个概念 可能会比较符合我们的效率原则的想法 那当然如果我们再谈一个 所谓的广义性的效率的话 那我们还有几个原则 我们可以继续看下来 第一个当然就是什么 我们希望寻求什么 超额负担越小越好 那要寻求超额负担越小越好 当然就要针对什么 要针对需求弹性小的财货要怎样 要中科 那当然这个就跟我们前面在谈的 要符合社会公平原则 那么针对民生必需品要轻科 那可是在这里针对效率原则 超额负担极小的状况之下 要针对民生必需品要中科 所以有时候往往政策 或者是科税原则不同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有些矛盾的地方产生 好 再来第二个大概是说的什么 欲竞于争 例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劣价材 例如说香烟 酒等等 我们认为那是对国民的身体不健康的 是不好的影响的 那我们就怎样 我们就针对它磕税 针对它磕税 或者是磕重一点的租税 就可以减少人民去消费它 减少人民的身体的伤害 这种欲竞于争的原则 好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 节约能源的原则 如果要节约能源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什么 要针对那种所谓的耗能的产业 耗能的东西 例如说汽车 它汽油耗特别多 例如说2000cc以上的 3000cc以上的 这种车子要怎样 要多颗一点 类似这种的 那我们就可以怎样 就可以符合我们节能的 一个原则的想法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们要矫正 不经济的状况 也就是要矫正外部性的时候 例如说你生产水泥 你油气的生产 会产生污烟 会造成空气污染等等的 那我就针对这种财货怎样 磕税 那自然而然 我们就希望怎样 希望能够把这个外部性能够怎样 能够把它内部化 能够达到双重红利的这种想法 这是所谓的 矫正外部性的一个原则 那最后我们大概谈到的 磕税原则的最后一个 大概就是税务行政成本的原则 什么叫税务行政成本原则 当然就是什么 希望在最小的激增费用之下 能够达到特定的什么 特定的注税收入 或者希望能够在 既定的征收费用之下 达到什么 达到最大的财政收入 那这个部分大概 我们是希望什么 当然就希望能够对那些标准化 产量大的这些产品磕税 那例如我们刚才讲的 例如说你针对水泥 针对平板玻璃科 也许就可以符合这个概念 这个以上 大概是我们针对消费税 在磕税为来达到某些特殊目的 或者是为了达到社会成本极小 负担极小 社会公平等等之下 我们大概建议的一些 磕税的一个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大概要看一下 谁负担这个消费税 谁来负担这个消费税 也就是我们要看一下 消费税的归宿 消费税的归宿 好 那消费税的归宿 我们大概很简单 它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一种传统研究 那传统研究概念上很简单 它因为它都是用什么 用人用消费者当期的所得 在做判断 也就是说它发现 如果消费税 它是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的话 那么它如果像这个消费者 它用当期的所得 来衡量的状况之下 我们发现这个消费税具有什么 是具有累退性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所得 这个年度是100万 那我的消费税的负担 以我跟我的消费税负担来比较的话 那么在所得 在当年度所得不同的人 所负担的租税 消费税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发现什么情形 我们发现所得越多的人 他所负担的消费税的比例 那个比重反而是怎样 反而是往下跌的 也就是说消费税 它本身具有什么 以当期所得来衡量的话 它是具有累退性的 具有累退性的 那可是后期的学者 就最近这些年来的 30年来的研究 他们发现 如果不是用当期所得来做衡量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衡量消费税的时候 我不是用当期的所得 来衡量你的税负的比重 而是用什么 用你的衡抢所得 用你一整身 全身的所得 就是这个生命周期 你能够赚的所得 当做一个衡量基础来看的话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告诉你说 消费税可能怎样 可能它不具累退 反而它是一个比例性的 甚至于是略有 累进效果的一个租税 这以上大概是我们 所谓的消费税的一个 归宿的一个 最重要一个想法 两个 一个是传统一个想法 以经常所得为基础来衡量的 发现消费税它是具有累退性质的 另外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研究方法 它是用恒场所得或众生所得 来做衡量标准的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 消费税它可能不具累退 如果有具有累退也是很轻微的 我们甚至有些文章 甚至发现它是一个比例税的性质 甚至是一个累进税的一个性质 好 那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消费税的这个归宿 有所认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下我国的消费税的这个制度 那我们我国的消费税 最主要大概有四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货物税 第二个大概是所谓的营业税 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在91年刚新增 所谓的烟酒税 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所谓的关税 一般来讲我们的货物税 当然是针对什么 针对表列的货物科税 那我们一般所谓的关税 目前就关税而言的话 因为关税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同学介绍 有所谓的进口关税出口关税跟转口税 那目前而言我们只针对什么 针对进口科税而已 也就是我们现在现行的关税 只针对进口财货科税而已 那烟酒税当然就是什么 针对烟酒科税 不管是自制的 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都科 那另外一个就是营业税 那营业税是针对什么 是针对这个销售财货 或劳务的这个销售行为所科税的 进口财货也一并要科税 所以我国现行的消费税 大概就是所谓的货物税 烟酒税 营业税跟关税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下 我国现行的货物税的制度 现行货物税的制度 我们大概分了几个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货物税的科税范围 那货物税的科税范围很简单 只要是货物税条例里面 所规定的货物一律科税 一律科税 好 那第二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所谓的纳税义务人 货物税的纳税义务人 原则上就是产制的厂商 就生产这个财货的产商 这个货物的产商 就是纳税义务人 那如果是受委托制造的 他也是一个纳税义务人 那另外一个 如果是进口的财货的话 进口的货物的话 那当然说是进口人 或是这个提货单的持有人 这个是纳税义务人的部分 那在货物税的应纳税的货物部分 我们目前大概有七大类 有七大类 第一个当然就是什么 橡胶轮胎 水泥 平板玻璃 油气 电器 汽车 车辆等等的 那这里要特别跟同学说明 是说最近在100年 大概有针对汽车的免税的部分 有增列 例如说我们目前的 身心障碍的车子 或者是低底盘的车子等等 那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免税的部分 我们有增列了这个规范 这个大家同学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有关免税的部分 那除了这种比较特殊的财货 财货劳务的免税以外 我们一般的免税的部分都是说 如果你这个财货 这个货物本身 它是当作原料来用的 那原子产就怎样 也是免税 或者是说你是外销的 你要销往国外的 原子产也是免税 或者是你是要参加展览 只是为了参加展览 所生产的 不要没有要出售的 这个也是免税 或者是说你捐赠绕军的 你生产出来这个财货 是捐赠给军方去绕军用的 这个也是怎样 也是一个免税 好 那接下来的英纳税额的计算 在我们货税英纳税额的计算 大概我们税率的计算 大概是有所谓的 重量跟重价 重量当然就是什么 根据数量 每公斤 或者是每公斌 要科多少税 那重价是当然是针对什么 针对财货的价格本身 科一个比例税率 这是所谓的重价跟重量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头我们再继续谈一下 我们英纳税额的计算 好 欢迎各位同学再度回来 我们刚刚谈到英纳税额 有所谓的重价税率 跟重量税率的计算 那我们可以发现在货物税的 这七大类货物里面 其中有两类 是要重量计算 也就是根据它的数量来计算的 发现什么 水泥 有水泥 有油气 就是汽油 柴油等等的 这油气类的部分 那为什么这两个要重量 我们很简单 第一个节约能源 油气类要磕税 针对它的数量 你用的越多 缴的税就越高 第二个是重量磕税 是水泥 它是什么 它有外部性 有污染 所以我要针对它的产量 你的产量越大 就代表你污染越严重 我就要磕 要缴越多的租税 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他的材货都是什么 都是重价磕税 重价磕税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油气类跟水泥 这个重量磕税它是什么 当然它是根据公盾 水泥是根据美公盾 那油气类是根据美公盾 看是多少钱来磕税 所以它的磕税方法就是 数量乘上它每单位的税额 乘上你的总的数量 总公盾数量 这个就是你的因纳税额 全部的生产的公盾数 乘上每公盾需要 降纳的税额 这个就是货物税的因纳税额 以重量税来看 尤其是在油气类跟水泥类 那其他的材货 例如说我们的汽车 类似这种 或是平板玻璃橡胶等等 是什么 是根据价格来科 是重价的 所以它的因纳税额的算法 当然就是它的完税价格 就税基 完税价格乘上每单位的 从价税的税率 乘上税率 再乘上所有的生产数量 就是代表这个货物本身 全部货物税的因纳税额的概念 这是我们因纳税额的计算 特别注意的是说 我们的一般所谓的完税价格 就从价税这个完税价格的计算 进口货物跟国内产制 国内自己产制的 这个完税价格是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进口的货物的 它的完税价格 是不是有包含进口税捐的 是有包含进口税捐 这个同学也许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对了货物税有基本了解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我国的烟酒税 那当然烟酒税 顾名思义就针对烟酒磕税 而且不管是国内产制 或者是进口的烟酒 一并要磕税 一并要磕税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烟酒税 第一个我们先看它的 磕税范围 烟酒税的磕税范围 所以只要是烟酒 烟酒税法里面列举的烟酒 一并要磕税 不管是自制或者是进口的 这是烟酒税的磕税范围 那至于烟酒税的纳税义务人 很简单 一样跟货货税一样 制造的人就要缴纳 或者是你是什么 受委托制造的 那受委托制造厂商也要缴纳 那如果是进口的 进口概念很简单 就进口人或者是提货单 或货物的持有人 就是纳税义务人 它跟货物税的纳税义务人 完全是一样的规范 一样的规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婴纳的这个烟跟酒 一般要怎么去磕 我们发现我们的烟酒税 原则上都是什么 都是重量 以重量的角度来磕税 不像我们的货物税 它有重量有重价 我们的烟酒税 原则上都是重量来磕的 除非一般的所谓的止烟 止烟 止烟一般来讲 都是以一千支来计算 就重量一千支来算 剩下的烟跟酒 都是用什么 用它的数量 例如说烟是用公斤数来算 它的磕税表现 是用烟的公斤数 那酒就用它的公斤数来计算 当做一个磕税的一个基准 这是我们的所谓的烟酒税 烟酒税针对烟跟酒 原则上都是一个重量的 一个处理方式 那再来我们要看一下 有些烟 有些烟跟酒 它有可能也有怎样 有可能免税的状况 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货物税 货物税它有些免税 例如说它当做原料的 它拿去绕军的 它没有要卖的 它只是怎样 工作展售的 就展览用的而已 或者是它怎样 它要出口的 这个都不用科征货物税 那同样道理 烟酒税的部分 也有减免的部分 烟酒税的一个免税的范围 烟酒税的一个免税范围 好 那英拉税的计算概念上很简单 就是烟酒税的计算就在什么 就在出厂的时候 或进口的时候就一并科征 一并科征了 这是我们的烟酒税的一个基本制度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国的营业税的部分 那我国营业税的部分 它的发展 在民国75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实施所谓的 加值型营业税 到了民国90年 为了证明 要为了证本清源 我们把原来的所谓的 营业税法改成所谓的 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营业税 因为我们目前的加值型 我们目前的营业税 最主要包含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加值的部分 针对加值科税的 那有另外一些部分 是针对什么 总额型的科税 非加值的部分科税 所以我们目前的税法 就是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营业税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营业税的第一个 它的科税范围 那概念才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营业税的科税范围 是针对在中华民国境内 销售劳务或财务 或者是进口货物 在中华民国境内 销售劳务或财务 就是货物跟劳务 或者是进口劳务或货物 进口货物科增的一个租税 我们就称为营业税 要科营业税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 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货物 那我们大概分为两个 如果这个东西 这个货物本身要移的 它会搬来 要搬动的 那我们就告诉你说 如果它的起运点 在中华民国境内 那就要科税 要科营业税 那如果它不用搬的 那所在地 这个货物的所在地 如果在中华民国境内 那也要科营业税 那什么叫做 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劳务 只要这个使用 或者提供 是在中华民国境内的 那就要科增营业税 或者是国际航空 它如果起运点 从我们这边 从中华民国境内 再客户出去的 那也要科增营业税 或者是国外的保险公司 在由中华民国境内 再保险的这个收入 这个部分也要科税 那另外一个什么叫进口 因为我们的科税的范围 大概有三个 我们刚刚讲的 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货物 或拿务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进口货物 那所以什么叫进口货物 概念上很简单 只要从中华民国境外的财货 货物移到中华民国境内 这个就是所谓的进口 那这个部分也要科增营业税 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营业税的 科税范围的一个说明 那就纳税义务人概念上 很简单 一样我们是针对谁科 纳税义务人是营业人 针对营业人科 那如果是进口的话 那当然就是什么 进口的提货单 或者是货物的所有人 好那这里要特别说明是说 我们的营业 营业税的科税 虽然原来它是一个普遍性 大概针对所有的财货 这个销售行为都科税 可是我们一样 这个营业税里面 有所谓的免税 减免的规定 那减免的规定 营业税比较特殊 它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的免税 一种是所谓的零税率 零税率 那什么叫免税 什么叫零税率 其实这要跟我们的营业税的 税额的计算 它是有相关的 我们营业税的税额 是所谓的 营业税额减向税额 就是你的因纳税额 那如果你是零税率的话 那代表什么 你的营业税额 你的营业税额乘上零 税率是零 可是你的营业 你的进向税额 没有零 进向税额一样 还不能扣底 也就是虽然你不是零 可是不能扣底 也就是说相对来讲 你免税的人 当阶段免税 你不用缴税 可是你原来的进向税额 也不能扣底 可是如果你是零税率的话 如果你是零税率的话 那你的营业税额乘上零 就代表什么 你的营业税额是零 可是你还可以减掉一个 所谓的进向税额 这是零税率跟免税最大不同 也就是说免税 你当阶段不用缴税 可是你当阶段的进向税额 也不能扣底 可是你如果是适用零税率的话 那么你的当期 那个营业税额是零 可是你的营业税额是怎样 你的进向税额是怎样 是可以扣底的 那一般来讲 适用零税率的 最主要就是什么 我们外销的货物 外销货物就适用零税率 好 这个大概是我们的一个减免范围 那至于税率的计算方面 一般来讲 我们目前大概都是5%左右 都是5% 好 这是大概我们对营业税 一些基本的说明 那最后我们大概看一下 我国的关税 那关税当然就是什么 是针对进口的财货科税 我们现在出口转口是不科的 那税预纹很简单 就是进口人 就进口人 好 那一般来讲 我们的关税里面 又有所谓的平衡税 报付税 或者是反请销税 那我们的一般的减免规定也有 例如说你从国外带回来 财货自用的部分 本身也是免税的 那至于税率的部分 我们的税率部分 大概是采用付试税率有三栏 第一栏是用所谓的 我们有所谓的互惠的条件 第二栏是从来自于特殊的国家 有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那第三栏就是一些特殊的状况 那以上大概是我们这一张 我们国内的所谓的 销售税的一个制度 那今天大概跟大家讨论到此 我们下一次 大概我来谈一下 我国的预算的制度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贸情势分析